百万上课啦 来了来了 Lesson 17 Bear or Beer 大家能听出这两个单词的原因 其实是不一样的吗 那么首先呢 我再来给大家念三组发音 大家来分辨一下 每组当中的两个单词 它当中的原因是一样的 Same 还是不同的 Different 好 我开始啦 No.1 Hair No.2 Appear No.3 Cheers Cheers 大家有没有听对呢 它们当中都涉及到了 Air 或者是Ear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两个主人公 就是Bear当中的Ear 和Bear当中的Ear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Air 通过这个音标 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双原音啊 是由A和A合在一起的 那么它念出来是这样子的 大家注意看我的口型啊 Air Air 首先你们看我的嘴型的大小有没有改变 Air 没有改变 对不对 但是有什么东西是改变的呢 有什么东西去影响了这个A和A 那我做夸张一点 大家可以看清楚哦 Air Air 对 我自然的读是不会有这么夸张的变化 但是啊 为了演示给大家看是 在读A的时候呢 你的嘴是裂开的 Air 然后读A的时候就慢慢放松 慢慢放松 不要发任何的力 Air Air 对 大家可以对着镜子去看一看 Air Air 再加上那个调啊 Air Air 好 Air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双原音 那么要发好它的关键呢 就是要注意你在一开始发A的时候 是紧绷的A 咧嘴 咧 笑 然后慢慢放松 慢慢放松 Air 好 放到三个单词当中去感受一下 第一个 Air Where Air There 好 如果你这个the发不清楚啊 先不用去纠结它 我们之后会来的 我们只要先把这个Air发准就可以了 There 好 最后一个 Air Parent 怎么回事 有的同学啊 因为看到PA呢 把它看成Parent 不是的 发生那个蝴蝶音了 对吧 它是Air 大家不信可以去查一下字典哦 这个单词是Air来的 所以Pair完了之后呢 马上这个Rent Parent 是不是好听标准很多啊 父母 家长 Parent 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呢 就是在英式发音里面 我仅说英式发音里面啊 这个Air 也有可能呢 是直接把那个后面半段 给去掉的 所以如果大家查字典呢 会看到这个R 它是在一个括号里面 也就是提示说 有的时候它是会被省略的 所以这三个单词 如果我把它读成 Where The Parent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你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英国人 它是这样念的 所以Air 在单词中经常会被简化成 Air 好 我们接下来呢 话不多说 放到具体的单词里面 去感受一下 不管是全部念完整 Air 还是只保留前半段 Air 它读出来到底是什么效果呢 好 首先 空气 Air Air 保留一般的就是 Air Air 好 下一个 头发 Hair Hair 对吧 Air Air 加上H Hair Hair 好 保留一般的 Hair Hair 你看英文人说 看我的头发 Look at my hair 它也有可能怎么样呢 Look at my hair Hair 就只有Air 半解音了 都是有可能的 大家不妨呢 两种都去练练看 好 下一组 椅子 Air Chair Chair 一定要这个Air Air Chair 的感觉 OK 好 Pair Pair 离子 如果只保留前半段 就是Chair Pair 尤其是这个离子 我经常是听他们 只读一半 就Pair Pair 你一下子听到Pair Pair 就知道是Air OK 好 再下一个 War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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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读Warehouse 也是可以的 好 下一个 Air Port Airport Airport 是读完整的 对吧 那如果你看他们只读一半 Airport Airport 也是有的 OK 这个是机场 对吧 因为Air 是读成Air Airport 不就是机场了吗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此组 保重啊 小心 经常叮嘱别人 对不对 Take care Take care 这个Air Air 也会读成 Take care Take care 好 下一个 Pair Pairwork 注意这个work 不是walk 不是walk 哦 那变成走路了 Pairwork Pairwork 它就是这个双人练习 是吧 好 再一个啊 我们接下来来看 后面的一个双原因 叫 Air 那要发好 Air 有什么诀窍呢 首先呢 它是由 一和呃 组成 那么在发 一的时候呢 大家要紧绷啊 一一 一啊 一啊 你的嘴是非常扁的 然后再放松 一啊 一啊 试试看 对于这个镜子 你在发一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很微笑的状态 虽然是假笑 一一 一啊 一啊 OK 好 我做很明显啊 自然中单下去 Ear Ear 就好了 好 我们放到三个单词里面 去试试看啊 Year Hear Really 尤其是这个Really 我听过很多妖魔鬼怪的版本 有念成 Really Ready Really Really 几乎要很像了 但是Really 就只有E 对吧 但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双引 Ear 所以Really Really OK 好 注意这个Ear呢 就不像Ear那样 这么常见 会把它只砍掉一半 所以大家在读Ear的时候 还是尽量把它给读完整 接下来的练习呢 也是带大家把它给读完整的 好 首先耳朵 就它原来的发音哦 Ear Ear OK 好 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Ear 和那个年 那个是Year 它们其实是不一样的 E Ear Ear 而那个年呢 是Year Year Year 大家可以听出来 这个区别吧 OK 我记得以前 有一位老师 在讲它们的区别的时候 讲到唱歌 他说 一千年以后 在 一千年以后 那个一千年 但 如果你把它叫 一千年以后 对吧 这个E和这个E 大家可以听懂 这个区别吧 其实位置不一样 对不对 好 所以耳朵是Ear Ear 而那个一年的年呢 是Year Year 就是In case 以防有的同学 他会觉得 这两个是一样的 反应 其实是不一样的 OK 你如果查字典的话 我发现在那个 Year前面 多了一个小东西 对不对 OK 所以他要怎么样 发好它呢 诀窍也告诉大家了 借用那位老师的 那个方法 好 下面我们再来 放到更多的单词里面去 这个 听到 Hear Hear Ear加喝 Hear 好 再来 欢呼喝彩 Chear Chear 我们说这个 英国人喜欢说谢谢 说什么 Chear 后面叫S对不对 Chears Chears 也可以表示干杯 Chears 好 同龄人 Pear Pear 一定要有两段 Ear Pear 好 再来 想法 这个也很容易念 Why哦 你有没有念 Idear Idear 对不对 没有R Ear Idear Idear 我不知道啊 I have no idea 好吗 你有什么想法吗 Do you have any idea Any idea Ear OK 很明显了吧 再下一个 巡鹿 很有圣诞气氛 叫 Reindeer Reindeer Dear 好 再一个词组咯 在这里附近 Near Here 连在一起 Near here 在这里附近 有咖啡店吗 有啊 就在这里附近啊 Near here 在下面 流胡子的流 虽然 它也是拼 EA 但它念的是 Air Where 这个你们真的要很小心 如果你不能区分 或者你不确定 一定要查字典 因为你发现 英文其实很有欺骗性的 貌似有规律 但是像这种情况 是不是EAR 大家都是拼EAR的 但是字典一翻开 一看音标 前面是 Air Wear 而胡子呢 是Ear Beard OK 所以就是 Wear a beard 我以前也曾经 有一些单词 是自己念错的 后来自己在做课 自己在教 同学的时候 就会发现 哦 原来 是这么念的 所以 以自己的经验 告诉大家 不确定的 一定要查字典 这也是我们学习 音标的一个方便之处 就你学了音标之后 你就非常板上钉钉的 看到它会念 我很确定 它是这样念的 你的口语 就会讲出来 就很有自信 因为你心里很踏实 你如果是猜的 这应该是念 Wear a beard 我也不确定 然后自己在讲的时候 我不是念错了 对吧 气势上就马上虚掉了 所以学音标 是有这样的好处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六胡子 来说一遍 就是 Wear a beard Wear a beard Wear a beard 好 接下来我们把 这两个音标 对比着 来一起练一练 好 左边是 Air 右边是 我们全部都念全 不念一半 好吗 OK 好 Bear Bear Air Ear Hair Hear Chair Cheer Pair Peer OK OK 如果你觉得已经有感觉了 我接下来放到句子里面 好不好 你来听听看 我句子里面讲到的是 Air还是 Bear OK No.1 Would you like a beer The air isn't good The air isn't good How do you spell Hair How do you spell Hair Where does the cheer Come from That's my pair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 Air和Ear的发音了 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这两个东西跟拼写 其实经常是混淆的 有可能它拼的是E 念的是Ear 有可能拼的是E 念的是Air 所以尤其是碰到这种组合 大家如果不确定呢 查一查字典 音标板上钉钉写在那里 你就知道怎么念了 OK 好 在下一节进阶练习等着你们哦 See you later